你先走 只剩這一間房了 今夜就委屈二位了 我記得上次我來的時候 隔壁也是臥房 那間啊 我對買了殘忽 千真萬全 好香啊 山裏蟹蟲多 夜裏燃香 可不受小蟲滋擾 沙蓮 亦有此功效 先生有心了 一個 是 抱歉 無妨 我娘子從前的時候 也喜歡這樣拽我一宿 二位長途跋涉 想來定人累了 早點休息 山間有野猴子 夜裏切勿開窗開門 此處僅有一個窗塔 如何睡睡 我睡地本 你對不起我 好 你是怎麼救桓先生的 有一次叛匪 幾階環室書院 他帶著藏書 掏到了荒漠 差點死在那兒 我正好帶兵經過 意外救了他 像他這種世家 一旦風光不在 所有收藏的古籍 還有傳世的寶物 都會成為引火之物 我早年遇到過幾次 這種沒落的家族 在北方無法生存 所以都派兵送他們渡江 祝他們南遷避難了 崔氏有一隻蜥也藏南遷 有的是家南遷避難 有的卻北遷求存 像大雁的南來北往 都是為了生存 是啊 如同我們遇到的那些 逃難的百姓 不都是為了活命兩個字嗎 好久沒有我過這種清閒的日子了 師兄師姐們肯定都急死了 你還說清閒 過去都是我天天擔心他們 現在也該換他們 擔心擔心我了 你是師父 還計較這些啊 你忘了 小玉和天行年紀跟我差不多 其他的徒弟 跟我也沒差幾歲 和尚也這麼說 也只有和尚知道我的辛苦 我也知道 你 你故意的 故意是 是 他們都是韓門子弟 聽聞崔氏來了書院了 爭相來和姑娘你坦實論道的 你從小遇遍藏書 跟他們討論一下吧 全道小姐 讀得多未必全懂 以我和周生辰這般年紀的人 都不敢說讀過的書全懂 北方的藏書數量以催事為首 你讀過的書 許多連我都沒有眼父讀過 你若是能跟大家講講 對他們是一種幫助 先生這麼說我便去 我才書學淺 只是占了家裡藏書多的便宜 諸位只當閒話閒說 少聚一場 姑娘願分享間諦 我等高興還來不及呢 姑娘請 這些好了 頭一次感覺到自己 不是被簇擁的對象 什麼感想 挺好的 你啊 日後地人跟我一樣 巨內 什麼巨內啊 好 厲害 再看手機啊 想試試 去試一下吧 書院準嗎 萬人選 火事管事的 她是長兵的 誰敢說不可以 她似乎很喜歡這呢 她難得到人多的地方 我常年不在王府 多年來都是她的一個婢女 都藏屬了我陪她 書字出來 怪可憐她 哇 什麼臉 你消了嗎 我都從來教過她這個 是 你看到了嗎 你看到了嗎 誰教你的 武王府劍場空著 我左右無視 偷選她 准都看似不錯 但莫公的姿勢要改 來 準備 準備 我 又有一個角落山樹 是為你 點亮夜空星火 我們書院的宮 都是列護送的 比不得你們王府的宮輕巧 應該早些提醒你 就不會拉上街了 今後的傷需要人吧 我可以自己抹的 這個藥需要以掌心搓開 放開僅下 只可惜 我們書院全都是書上 沒人能幫你啊 那能不能請貴夫人幫我一下 他不見外客 你們忙 我不打擾你們了 你先自己上藥 聽上白布之後叫我 嗯 嗯 我好嘞 我好嘞 呃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